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人 他叫张新宇 他呢 曾经见过达脸老妈 据他说是见过两次 张博士你能不能讲讲你见过达脸老妈的这些事呢 说说他的这些经历呢 好呀 好呀 我们的频道 啊 网友们大家好 这个 3月10号呢 就是2019年3月10号这一天 3月10号呢 是西藏人民起义日 纪念的这个60周年啊 60周年 属于这个六十花家子啊 就是60周年的纪念日 这个日子呢 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是2019年啊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59年3月10号 达賴喇嘛这个带着十万他的那个子民 翻过喜马拉雅山 到了达賴喇啦成立了印度 就是西藏的流亡政府 一直在印度 呃 所谓流亡 一直到今天已经60年了 也就是说到了 再几天 3月10号是60天 这一天呢 应该是在全球 藏人啊 以及很多人 不会忘记的一些 可能会有纪念啊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来谈谈我对这个达賴喇嘛 以及西藏问题的一些了解的情况 我所知道的啊 我我我我了解 我我谈谈这些 我所了解的一些 呃 方方面面啊 那这个1959年呢 是中共啊 就是所谓解放了 这个中国大陆 有人叫这个龙蟹了哈 中国大陆龙蟹了 都是有这样的 说法哈 这一年呢 这是49年 那么59年呢 正好也是这个 中共龙蟹十年 那么49年 呃 中国所谓解放了 呃 中国大陆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达賴喇嘛呢 是因为他很年轻啊 达賴喇嘛是1935年生的 呃 三五年生呢 他到了这个四五年 五五年啊 呃 五九年 才14岁那时候 哎 我看 四五年 五五年 呃 三五年 四五年 五五年 二十 二十几岁 小伙子 那他这个呃 那么年轻呢 当时呢 他跟国民党政府呢 关系没搞得不好 呃 所以他 一直呢 那个非常的这个 那个欣赏延安 那么延安的这个 他跟延安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呢 他一直是保护这个共产党的 当时那个 有一个共产党在江西呢 创建了一个所谓的 中华苏维共和国以后呢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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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进行了五次围剿的时候呢 呃 把这个 把那个小 那个国给灭了以后 那么这个 这个 共产党当时呢 据说有三十万变成三万 然后呢 在这个逃亡过程当中 其实就受到了 达赖喇嘛的营救 在大藏区 所谓大藏区 其实中义这些地方全是大藏区 包括四川那一带 就是贵州这一带 这全是当时是藏区来的 大藏区 他都是听达赖喇嘛的 所以达赖喇嘛当时就是命令 要对共产党这些共产党追共产党 要杀共产党这些全部在下面 都要进行保护 因此大量的共产党人呢 据说有三万 就是三十万变成三万逃亡的过程当中 共产党后面追杀的时候呢 都是在藏人西藏的这个庙里面 藏了藏匿 然后呢躲过共产党的追杀 所以其实呢西藏这个达赖喇嘛 对共产党呢 是立下了汉满功劳的 包括朱德这些 没有达赖喇嘛的保护 可能不在人世 那时候就被国民党抓着了 因为这些都是判 属于国民党的判军嘛 包括贺龙这些 都是那个当时原来是国民党的军队来的 军队的将领 后来就反了就是等于说是判判徒 对国民党的对民进对国民党的就是判徒 所以呢这些人呢是国民党一定要抓着了 然后抓着全部要要处死的 但是呢因为达赖喇嘛呢 他命令他在下面葬区的人在保护共产党 所以呢才让这些人逃过一劫 没有被国民党抓着枪毙 因此呢在解所谓的解放以后呢 这个达赖喇嘛就成为人大常务委员 副委员长在全国旅游啊到上海到各大城市 那些现在都有视频啊 你们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个年代达赖喇嘛 他今天在那个解放的 所谓共产党解放的时候 他才十四岁 他是三五年嘛 四五年十岁嘛 对吧 四九年才十四岁 十四五岁的小孩 所以他也就等于说他十四五岁就是中共的中华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国家副委员长 十四岁啊 三五年生的 四五年啊 四九年嘛 也就是十五六岁吧 他就是人大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 所以呢后来呢 这个中共呢就跟这个西藏呢 签了一个和平协议 所谓的和平协议 现在台湾也要签和平协议 根本没用的 那个英国也跟那个德国也签过和平协议 这个日本和美国也签过和平协议 都签过签了没用 所以当时中共也是跟这个 达赖呢签过和平协议 十七条 其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西藏内部不住中国的军队 特别在拉萨是不住军的 这座协议是写的很清楚的 白字黑字 但是事实上呢 他签过签签了以后 一直到了五几年的时候 开始土改的时候 一样派工作队到西藏 然后呢 当时共产党就是发动西藏的所谓的农农啊 解放 解放农农啊 然后就是反对让这些调起这个达赖喇嘛 降藏区下面的藏人来反对 反对达赖喇嘛 等于说是 认为说是达赖喇嘛呢 就是一个博学啊 反正就是统治者 就搞这些东西 那么搞到策刃以后 这时候才慢慢达赖喇嘛 才跟共产党有了这个 就是有意见 慢慢这个关系就开始熟远 特别是有一个叫班禅喇嘛 班禅喇嘛呢 就被共产党很早就控制在软禁在北京 就不让他回藏区 一直软禁到最后 好 胡耀邦改革开放以后 他回去以后才 后来后来一回回了西藏嘛就死掉了 而且很年轻 据说有人说也是 共产党下的毒手啊 再弄不清楚啊 也没证据 所以呢 这个 当时达赖喇嘛呢 就是 就是跟中央就有了摩擦 摩擦以后呢 最后呢 这个 毛泽东呢 就派了一个团啊 好像是一个兵力 一个营 这个差不多 反正一个小的 小规模的一个军队 就住在了拉擦的旁边 离拉擦不远的地方 有个军营 这是违反那个 十七条的 协议的 但是呢 他就这么做 做完以后呢 这个 达赖喇嘛 反正就 更加 摩 就是 两个就 反正就是 发生摩擦嘛 那么后来呢 就有一次的故事 就是说 这个军营呢 就发了个请帖 给达赖喇嘛 你说要求他 那个 到这个军营里面 做客啊 之类的 这件事 一下 那达赖喇嘛旁边的人认为 这是一个鸿蒙燕 很可能呢 把你从 你一去军队把你抓起来以后 把你送到北京 阮禁 我相信这有可能的 因为当时他没有道理说 自由这可能 结果就导致了 这个达赖喇嘛 大藏区的 所有的老百姓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他的这个活佛要被 他本来一个活佛 班禅 已经在北京 大家都议论 就是说 你把达赖喇 一共两个活佛 你把达赖也拿走 那还得了 所以就整个大藏区 就 就 我这个 拉萨 曾经上外的人 就去 以这个保护 保卫他这个达赖喇嘛的名义 我这个 拉萨跑 那这个拉萨呢 就紧张了 说这个时候 毛泽东就 没办法 就又派更多的军队 到西藏 包括战斗机 飞机都 都派过去了 结果呢 两方呢 打起来了 打起来以后 当然呢 这个当时这个 中共拥有 苏联的 这个 支持嘛 中式支持 还有这些先进武器 所以就没有这个 达赖喇嘛这头呢 就失败了 失败了以后呢 就达赖喇嘛 就是在1959年的 3月10号 这一天 率 十万 十万这个老百姓 就翻过 喜马拉雅山 到了 印度现在的达赖撒拉 建立了西藏灵王政府 一直到今天 马上就到60年了 那么这个西藏 达赖喇嘛跑过去 走了之后呢 还没完 共产党在整个西藏 据说后来又杀了40万 以上 因为这个事儿呢 是有一次呢 我去参加一个会 专门呢 在美国有一个女士 她一辈子就研究这个 就那段历史 就是从49年开始到59年 这十年 西藏的情况 其实是一直在大藏区啊 这个战斗不止啊 最后稳定的就是59年以后 所谓的平暴 西藏暴乱 平暴之后 西藏才整个才稳定的 在之前很多也不 达赖喇嘛也不听达赖的也有的 下面就是顽抗抵抗的都有 关键就是那个四川 贵州四川和甘肃 这三个省 有很多 本来那个 有一些自治州所谓的 那个应该是把它归到西藏的 你画那个建 然后把西藏自治区应该画到那里的 毛泽东故意就把它画得很小 把大部分呢就归了这三个省了 这个三个省归了以后 它就有些西藏所谓自治区的那个 特殊的少数民族政策呢 就 就不对了 这就不一样的大藏区 就不一样了 你归四川的这个呢 这归四川省管的 四川省它有它的地方政策 这就搞得就是说 搞得万千八糟 所以呢搞得很乱 也是每天打仗啊 那个女的呢 她就研究那段时间 就是广从这四九年到五九年 这十年呢 她就是广在这个战斗争中 死伤累计据她的资料 那个十年至少是有二十多万藏人死了 呃被打死 有的是那些藏人就沿着这个长江啊 我上走或者是呃去逃亡 我又要去这个拉萨的路上 呃都被处死 所有都不能不就是说四川的这个藏人 不能到西藏的 他有一个国有一个省界的 你要去出去就把你就给你枪毙了 就这样 据她的研究是已经有 就是超过二十万 后来呢这个达赖喇嘛 那一仗打完 达赖喇嘛跑掉了 跑到了西藏达赖喇啦之后 呃在短短的就在那一年 就五九年那一年据她的研究又杀了四十万 而且后来呢从这个呃从后也就是那一年 五九年那一年把他把整个西藏地区的 我不记错啊也可能记错 三千多个庙呃这个叫什么那个全部给 捣毁捣毁了三千以上的庙 庙员都是那一年干的 呃就五八年完了以后 这个大跃进完了以后 这个在西藏搞搞这些东西 就所谓这个就是共产党所谓的 西藏平暴暴乱什么平暴 就这个运动当中 死就杀了杀了四十万 呃然后又那个三千多个那个庙员 破坏 最后才把西藏给挣住 呃或者是所谓才给统治住了 那么这个情况是这样 那么所以呢 呃之后呢 这个共产党就就就就很就给给达赖喇嘛就扣了个帽子 就是就给他说是他是个民族风烈分子 一直这个帽子到现在 还是这个帽子还没给他摘掉 呃其实达赖喇嘛呢 就据我所知达赖喇嘛从来没有主张过 说是西藏要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从中华中国的这个版图上独立出去 从来没有这个主张的 他主张只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藏区 这个风法就是他管这个藏区不应该是现在这个西藏这么一块 应该是他包括他传统的时候 那个那个西藏藏区啊 也就是包括这个贵州的一部分 四川的一部分 甘肃的一部分 应该新疆那边也有一部分 应该是都作为这么一个属于西藏 这是他跟中央的一个区别 就是意思就是他管 把他管辖的西藏制度区的这个 呃据研究是把一半的土地啊 都拨到其他省了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跟中央的那个区别 就是他要西藏的事情应该由西藏人来管理 而不是呃就西藏自己内部的事务怎么管理 他是西藏几千年了嘛 他应该按照西藏人民自己的这在管理 而不能呃不用不用不能不能不能说 在西藏又搞什么大跃禁了 就是不能跟中央统一 就这么两点 一直到现在也是这两点 其实西藏 藏人在达赖沙拉有很多人呢 他手下的大大将 就是达赖喇嘛是大和尚啊 他下面有比他小的一些那些也挺大的和尚 那些人很多都是要武装暴动 要独立的要留学的独立的都被西藏都被达赖喇嘛呢 压入啊 所以其实达赖喇嘛对中共啊现在的这个政权呢 包括后面在稳固这些政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那么1900年的时候也是西藏这个所谓的西藏人民起义纪念啊 西藏人民起义就是3月10号 2009年正好是50周年大庆 也是50周年大庆 这个时候呢 正好在温哥华呢 这个开了一个世界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年会 那年在温哥华开 那么在我有幸的在那年呢 就第一次见到了达赖喇嘛 也握了手 然后我们也照了相 就在我们文庚华当趟 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呢 达赖喇嘛要求只见100个华人 我是在100个华人之中之一 当时我记得那都是国家级别 那个达赖喇嘛进我们这屋之前 还那个警犬啊 都进来 进来闻过那些炸弹之类的 很紧张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这种正事啊 那个狗进来闻了闻了走掉了 所以呢 他的安全也很重要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 然后给他照照照照片 我记得照了两次了 呃 那后来呢 在2012年 过了三年之后 我又在这个洛杉矶呢 第二次见到了达赖喇嘛 这次达赖喇嘛呢 是在防美在东部 也是路过回来在 应该是没记错的 应该是这样 在呃 他住在那个洛杉矶 靠海边的一个大的五星级酒店 呃 呃 所以我们在那个会上 见到了达赖喇嘛 呃 当时呢 我们是在开了一个 就是说 呃 会啊 就是每年开的一个年会 叫这个青年呃呃 呃 领袖 延西营吧 反正就这么个会 这是也是个年会 那我们就去参加这个会的时候呢 参加会最后的一个项目 最后结束的一个项目 就是借丹莱朗嘛 所以呢 在那个会结束的时候 当然那个会我也借过这个 我们一起啊 当时人呢 这个王丹也正好 正好那一年的那个月 应该是三月份我记得 嗯 那个月哈 是那个方丽芝先生去世的 也是那不久 方丽芝先生好像是二月几 反正就是 然后这个王丹先生呢 从台湾呢 到华盛顿 去 方丽芝那里去崩丧 他那结束以后呢 路过也正好到了 我们的会议上 所以呢 那个会我们都见过很多这种人 包括现在的夏业良啊 李伟东啊 很多很多呢 杨建立当然是主持人啊 我们开会 记得那个开会的时候呢 到明天要见丹莱朗嘛了 今天晚上 我们就 因为会议也结束了 就 就说召开了一个 就是大家庆祝的这样一个酒会 喝这个红酒的 那当时我记得我喝了雲雲乎乎的 然后呢 大家都是在这里面唱卡拉OK啊 这个就还庆啊 就做这些 就是大家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记得呢 因为当时在这个会上也有着藏族的 他们的代表团也在这里 我记得这个藏族的这些同胞们 他就躲到一边去 我记得他们躲到一边去 那个默默无闻的 因为他们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同胞在藏区 正在一个一个的自焚啊 在自己自杀自焚的情况下 他们高兴不起来 就是我看到这个荧幕以后呢 就流到我去上去唱歌去的时候啊 我记得那时候 我上去唱了是 拱拱长江东是水啊 我还记得 我去唱歌的时候呢 他麦克风给我以后呢 那么我也这个喝酒 喝得迷迷糊糊的 也没有这个跟杨建立打声招呼 我就擅自自己就 就就就就就就说 让大家的所有在座的人 为这个藏人呢 自焚的人呢 默哀一分钟 然后这个事件呢 我确实是感动了那一帮 就是西藏的代表团 那些成员 因此他们把这个事呢 可能是讲给了达赖喇嘛先生 所以达赖喇嘛呢 就对我非常好感 我们在照相的时候 很明显的 我们站好以后 包括杨建立 我们都站好以后 达赖喇嘛过来以后 他走过来 他是最后过来的嘛 就跟我 主动跟我握了个手 然后他就站过去 朝向 没给第二个任何人握手 这个呢 这点视频呢 肯定有人拍下来 但是我没拍下来 我也找不着谁拍下来 所以我觉得呢 这就是我跟我了解的西藏的西藏问题 以及我跟达赖喇嘛的关系 当然呢 我们跟达赖喇嘛呢 后来还有他八十大大寿 那是2015年的事情 我也寄了video给他 就是我祝他八十大寿 这个有一个video 然后我 而且这个呢 已经在他们带来了 妈妈这个八十大寿的 一个整体的video上 也有我了 也有我的那个video的一段 祝福啊 所以呢 这就是因为在这个3月4号 到马上来临的时候呢 我还是不得不讲一讲这些事情 所以呢 就讲到这里吧 所以我今天就讲讲这些东西 总而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达赖喇嘛是被冤枉的 共产党呢 跟共产党签协是没用的 现在呢 已经签到了 再过时来 这个达赖所谓的这个达赖逃 逃到印度 或者是他们自己叫西藏人民 起义日 起义的这个纪念日呢 已经到了六十周年 所以说 我们应该是不要忘记历史 而且呢 在历史上呢 我们要了解历史呢 一定要了解历史的真相 但是这碗事儿 未来怎么发展 也很难说 希望呢 和平 然后呢 也希望达赖喇嘛 长寿 这个 领导 这个整个这个西藏人民呢 就是西藏的同胞 或者是西藏民族呢 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那就这样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再见 好了 我讲完了 张博士 请问 那你说 你见过两次 有照片吗 直播 本地 最新 海外华人直播 用心做好自媒体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支持我们 就请在视频右下方 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啊 这个 每次都有 我们在 我刚才说了 在 在第一次 2019年 2009年的时候呢 在 那个我们只见100个人 我们当时也照了两张照片 但是这两张照片 现在 在黄和别手里 一直让他给我给我给我 给我 给了这么多年 他都 每次是打印 每次打印 到现在还没到 没给我这个 在他手里 这个是有的 但是在洛杉矶 这次呢 是有的 请大家看啊 这个就是我在洛杉矶的这个照片 这旁边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右边的这个 这个第二个就是我嘛 我就在这儿 你刚才说成光城的代表是哪个位 成光城代表是旁边这个女的 这个第二 就是杨建立旁边这个 就是这个女的 带着这个哈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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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成光城的代表 对 总共当时有多少人 啊 总共我们去的那次 比较人比较多 应该有六七十个人了 大概五十个是差不多有的 但是这帮这些人都是代表 不能有些人都没来照 我们这些是比较 就是比较骨干的 所谓骨干的人物 对 就这样 那第一次你在温哥华是哪一个酒店 假日酒店吧 我记得 假日酒店 假日酒店 是列治文还是温哥华 不是吧 Downtown Downtown吗 哦 Downtown 不是不是不是 Holiday in downtown 还有一个 就是当时最高的 还要胡跳 反正一个棍子一样的 一个很小 但是很高的 那个酒店 就在这个酒店 反正那个时候是黄河边主持的 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认识杨建立和盛雪 因为杨建立盛雪也在 其实是盛雪主持 盛雪是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呢 是黄河边来做广告啊 来这个 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 然后就打电话 也是就在那个时候 才第一次认识黄河边的 就是零应该是2009年 我记得是10月份左右 大概是这样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你认为宗教跟法治有关系吗 宗教跟法治当然是有关系的 法治是保障宗教自由 如果你这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你宗教不自由 那你就是没有法治 对不对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一个 也是人呢 跟动物跟狗不同的在于 就是说 人跟狗最大的不同 就是人可以遵守一种规则 规矩 他懂了这个规矩 你比如说 如果到了商店 你怎么也给这个猴子 教不会他拿钱买东西 他不懂这个东西 他进来就是看见东西 他就去吃 他没想到还要拿钱 他根本不知道 那是个什么意思 人就知道了 人他有这种规矩 人类人性啊 人类有两种性格 两种东西 一种叫兽性 一种叫人性 那么这个人性部分呢 就是宗守规则 这是一个人特有的一种 那么宗守规则 什么叫规则 就是法嘛 所以呢 人类发展的整个这个过程 也就是让每一个人的 人类的人性扩大的一个过程 人性的比例大了 那兽性的比例就小了 文明越文明 就说明你人性就越强 那么我们经常在找对象 各方面就是要强调一个人的人品 什么叫人品呢 就是人品也就是人性嘛 就是人特有的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个法治呢 就是人类未来肯定是 法治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强的 也就是代表人类的 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的一个标志呢 就是你实现法治的一个完善程度的一个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现在是倒退 倒退 我后退 原来还不如八十年代 所以说现在习近平上来以后 简直是搞了个个人独裁 而这个法呢 完全是法院所有东西都成为他共产党政权领导 正确的工具了 这个完全是没意思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宗教啊 它是跟法治是有很大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 这个是完全由这个法治来保障的 没有这个法治的话就谈不上宗教自由 也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好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市家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 请不吝点赞助